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大人 怎么了 你们来了 摔哪一条 先说重要的事情吧 这很重要 我在这一室还没有跟关小姐 约会 对 所以我现在心里面特别 紧张 对 现在的女孩子到底喜欢什么呀 其实呢 跟这个时代的女生在一起相处呢 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大人 怎么麻烦 比如说 你跟一个女生出去约会 你们两个去吃饭了 那你问她 你说亲爱的 饿了吧 今天想吃什么呢 然后她说我不饿 你吃吧 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她不想吃 不是 她是想让你把她喜欢的那个食物呢 送到她的嘴边 然后再哄着她吃 那再比如说 她说亲爱的 今天的菜你来点吧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挑食 她想让我做主 她是想让你把那些菜单上 她非常非常喜欢吃 非常想吃 但是又略略有一点点贵的东西呢 都点一遍 这么麻烦 其实不麻烦的大人 这个时代的女生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记住 跟她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她们说要就是不要 她们说不要的时候就是要 说要就是不要 说不要就是要 对 那这个是要不要 什么都要 不错 这很好 简单吧 你可以的 赫兰大人 加油 还没好吗 来了来了来了 各位女士 有请我们 赫兰大人 我觉得不行 哪里不行 太浮夸了 又怎么了 你歇会儿 让我来吧 赫兰大人太暴露了吧 我就说 我就说不行 我女流氓怎么办 多好呀 哎 体现成熟男人的性感不好吗 嗯 那你看一下什么叫做成熟男人的典范 看来大人 赫兰大人 我不做任何评价 但是您自己看一看这像个什么 真是 就明明白蝙蝠嘛 你看像不像 这什么啊 赵昆勇 一点心意都没有 你看还是中规中矩的 一点特色都没有啊 我自己来吧 这跟你平时穿的不是一样吗 对啊 那您喊我们来干嘛呀 谢谢二位 走吧 赫兰大人 不要再说了 我意已决 你拉链没拉 舒服 对 我说你会会不会有效果 你对那样子 我说你会不会有效果 我会不会有效果 你最后就会有效果 我会不会有效果 你会不会有效果